潘朵拉文件揭露了我国不少政要富商在海外藏富后 国会在野党领袖拿督斯里·安华多次要求国会紧急辩论这一项课题 也促请执法单位调查 反弹会官员近期内就会向安华录取口供 反弹会首席专员拿督斯里·阿战巴基 接受马来报章《阳光日报》的访问时指出 他已经指示反弹会官员向安华问话 目前还没有敲定确切的时间和日期 至于反弹会是否开档调查潘朵拉文件当中的各种指控 阿战巴基则说将取决于与国家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讨论后再决定